2018年的支付宝账单或许是互联网史上的不解谜团之一 不少人感觉自己并没有怎么花钱 但却蹦出了好几万、数十万的消费总额 不少人深深地怀疑这个账单的真实性 明明余额为零、花被贷还 支付宝的全年花费却超过了90%的同龄人 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这么多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其实中国有很多这样的90后 他们大多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拿着白领的薪水 每天有吃有喝到处消费 看似奢华且潇洒 但是一年到头却存不下什么钱 而且还经常需要还信用卡和花费 为了凸显他们的消费特点和生存状况 人们创造了许多 只属于当下时代的群像标签附着在他们身上 例如隐形贫困人口 花费是青年无产中产阶级 经过不断的更迭换代 他们如今有了另一个称呼 新穷人 不管网络词汇怎么演变 穷似乎已经是人们对90后的一个共同认知 前段时间 一个关于90后月薪和存款的调查 近70%的年轻人都有分期负债 20%的年轻人虽无负债 却也没有存下什么钱 只有10%的年轻人每个月都有固定存款 当然90后被说穷也不是没有缘由 根据蚂蚁金服公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 显示中国年轻一代 及35岁以下人群 占56%的人没有储蓄 而开始储蓄的人中 每月储蓄仅1389元 90后们不仅存得少 负债也不少 蚂蚁花呗发布了一份 2017年年轻人消费生活报告 里面提到花呗的90后用户 占到了47.25% 中国近1.7亿的90后中超过4500万开通了花呗 平均每次个90后就有一个人在用花呗进行信用消费 前有161名女孩裸带照片流出 后有名牌大学研究生因欠下5万网贷而自杀的新闻 每当在身边或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新闻时 我们总是很疑惑 年轻人真的有这么缺钱吗 最近还有一篇关于90后平均负债12万的调查 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汇丰银行最近调查显示 中国90后这一代人的债务与收入比达到令人吃惊的1850% 该群体欠各种贷款机构和信用卡发行机构的人均债务 超过17433美元 尽管有些媒体对这次调查的数据提出了质疑 但似乎70后存钱 80后投资 90后负债这一说法 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之后有关90后负债 破产的文章不断刷屏 再次激起一个群体的焦虑 自杀式消费一词也跟着走红 我们先看看90后的收入 90后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 根据中国薪酬网的报告显示 一线城市的一期届毕业生在薪酬上明显占据优势 最高能达到9000元以上 这还只是应届生的工资标准 有职场经验的90后 如一五届一三届的工资更高 相比父辈们 这届年轻人拿到的工资并不算低 但是在工资上涨的同时 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费同样在上涨 而且上涨速度远超工资涨幅 北京通州2005年小两居租金为800元 2018年租金为4000元 增长500% 北京通州2005年新房开盘价 多为4000至5000元 2018年二手房价格超过5万元 增长1000%至1250% 2005年北京一碗牛肉面的价格为5元前 2018年则是15元至20元 增长300%至400% 近几年里90后们相继工作 结婚生娃 有时候工资一到手 贷款一还根本胜不了多少 尽管收入不少 却还是欠了债 这种现象和90后们正在变化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有关 去年上半年发布的2017年消费升级大数据报告显示 80后90后对消费贡献度持续上升 其中90后在移动互联网渠道的消费金额占比高达51.40% 较2015年增长了2.7倍 网购和网贷的兴起 让90后们不自觉地疯狂消费 网购让花钱变得更容易 打开手机 就是随时花钱的快乐 而花碑 借碑 白条等各种网贷平台的出现 更是让90后们有了花钱的勇气 最近几年交易额 持续创新高的双十一 90后们功不可没 光是2018年参加双十一的剁手党 将近有一半是90后 在微博、抖音、小红书上 各大板块的明星网红还带领着消费 告诉年轻人怎样穿搭 怎样护肤 让人心仰难耐 而90后也逐渐成长为美妆消费的主力人群 消费占比超过了80后 到了90后 这一代爱美也不再是女生的专属 2018年 90后医美用户中 男性占了14% 每七个整容的90后消费者中 就有一个是男性 颜值经济下的消费热潮 已经逐渐全民化 相比80后 90后们在消费上的改变 还体现在追星上 他们可谓是真正的追星一族 陆寒、蔡徐坤等年轻偶像相继走红 追星成了90后 和00后们特有的生活的方式 在去年热播的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中 年轻粉丝们分别为选手 公开集资超过了2000万元和4000万元 其中女性占了大壁江山 除了追星 健身和旅游 也是90后们热衷的生活方式 如今也正在逐渐发展成一种消费习惯 美龄美银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这些年轻人中 有81%的人愿意把钱花在旅行上 65%的人愿意出去吃饭 有55%的人愿意花在健身方面 就算是98年、99年出生的最后一批90后 尚在大学校园的他们 在这些方面花起钱来 也并不手软 使用花呗消费在大学生中很常见 90后们的消费理念 也和前辈们有了很大的区别 他们如今推崇的是懒人式消费 和奖励式消费 有调查数据分析 90后们更热衷于懒人式消费 即怎么方便就怎么消费 能打车就绝不坐公交 能叫外卖就不会去动手做饭 除了为方便买单 90后还喜欢奖励式消费 是一种在日本人中常见的消费行为 只在获得一定的成功后 针对自身进行的奖赏 比如给自己买件 心仪已久的衣物 饰品出去吃大餐等 以表达对自己的肯定 和喜悦的心情 90后认为 高附加值是必需品 再怎么穷 生活品质不能丢 越是满足自己的欲望 就越要花钱 花钱越多 就越要拼命工作 来满足消费需求 这个完美的闭环形成了消费陷阱 这就是90后们的收入越来越高 却还是没有存款 甚至负债累累的终极原因 面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和与日剧增的经济压力 年轻的90后们 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有的选择创业 有的选择炒股炒币 等待一招翻身 实现财富自由 而有的选择开启自己的多重职业和身份 成为一名斜杠青年 他们大多同时做着多份工作 同样的拿着多份薪水 斜杠青年们通常主业副业 并驾齐驱 业绩突出的地产中介下班后 是个胸肌突出的健身教练 青涩之嫩的实习生 在知乎上呼风唤雨驱雷测电 有人白天上班 周末在做淘宝微商代购 晚上还兼职 某直播平台的游戏主播 多份工作 为他们带来了多重收入 让他们在应对生活的开销支出 或者突发意外时 能有些面对的底气 和消费主义一样 人们选择当一个斜杠青年 也是为了获得一种 在生活中的满足感 一种是在购物 旅游和娱乐中 寻找缺失的快乐和意义 而另一种是则通过 对自己兴趣技能的变现 完成一种多元化的人生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舵手足 朝着斜杠青年转变